Hello 大家好 我是Happa仔 今天決定來一個不一樣的早午餐 充滿意識風情 在超美的景色下 去到任食生蠔 這裡還有各式各樣的海鮮攬盤 大量的cold cut 和芝士 還有很適合夏天的前菜和沙律 這些都只不過是開胃前菜 主菜可以吃到牛扒、羊架 還有即叫即制的意粉 正宗的意識披薩 最後當然要吃完他們的甜品 款式多到眼花遼亂 想知道這個意識早午餐的自作餐 好不好吃? 價錢又如何呢? 快點訂閱雙下包生活這個頻道 按讚和分享 我們一起出發去看看 都出過好幾條的酒店自作餐片 今天來想搞搞新意 看到中環有一間叫Aria的餐廳 他們在KKD上面 主打24樓的頂級警官 還有最重要是任吃新鮮生蠔 所以這次我們都在KKD上面 買了他們537元的Aria Bella Italia 意識自作早午餐 這個價錢已經包了加一的服務費 用餐時間是2個小時 我自己吃自作餐的習慣 比較喜歡吃第一回合 所以我們就選了它 11點半至1點半的時間 想買這個自作餐的話 資訊欄我們都已經放了連結 大家可以在網站看到更詳細的資料 不如我們都先講講 怎樣去到這間Aria餐廳 大家可以在港鐵中環站 D2出口出 出到去轉右再轉左 然後過馬路一直向前行 就會見到加州大廈的門口 進去之後 搭升降機上去24樓 就會到達這間餐廳 當日我們11點半到達 都已經有些客人入了座 這裏雖然是24樓 但這裏的景觀都頗開揚 特別是很喜歡自然光滲入來的感覺 非常之舒服 而他們的裝修也是充滿意識的風格 我會用低調奢華來形容它 其實這個套測已經包括了一杯咖啡或茶 當然你都可以選擇他們的Free Flow Package 這個價錢牌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比現場環境氣氛感染到 整個人都沒有平時那麼急 探上杯Sparkling Water 我們先出去慢慢拿東西吃 既然今次的自作組午餐主打是生蠔的話 我們就出去看一看 這裡長期都擺放著兩大盆的生蠔 我們見店員都很密密手 一直去到Refill 沒什麼機會見到這兩盆有刺過的狀況 這些生蠔雖然不算很大隻 不過每一隻的蠔味都很濃郁 是帶有淡淡的海水味 和少許金屬的味道 是會越吃越順口的感覺 擠多少許檸檬汁 釣一釣的味道更加出 生蠔不錯 我們都安開了幾圈 而生蠔的旁邊位置 擺放了大家熟悉的煙沙文魚 和鱷魚生魚片 煙沙文魚的油份也很足 魚油香挺不錯 而鱷魚正常發揮 不過吃得出是新鮮 大家可以試試 海鮮繼續不要讓它停 這一盆是魷魚沙律 就這樣看已經看到它的調味有 青檸、蒜蓉、辣椒 酸酸辣辣 加上魷魚很爽口 作為開胃菜是不錯 雞尾酒蝦一樣 都是逢夏日清爽的路線 蝦肉大大隻 夠爽口 這個偏向淡味一點 而我自己特別喜歡 它們的油甘魚踏踏 和吞拿魚踏踏 油甘魚的肉質比較嫩滑 而吞拿魚是有點口感 魚肉的香味很濃 而且這樣淡淡肉送入口 認真不錯 想吃得再清爽一點 這裡都有沙律巴的位置 大家可以先用羅馬山菜 紅椰菜 火箭菜 或者菠菜箭底 再搭配旁邊 七彩繽紛的蔬菜 和菇菌一起吃 這邊擺放的 主要是烤過的蔬菜 或者是一些略帶調味的沙律 再搭配自己喜歡的醬汁 就可以做一個 適合自己口味的沙律 腩盤當然未完 這裡是我吃過的自助餐入面 最多Cold Cut和芝士種類的一次 每樣都有6至7款 我自己特別喜歡吃它的Palmerham 它的油香很重 而且鹹香味道都更好 沙拉米平常都吃得多 這裡正常發揮 沒有太大的驚喜 這個異色豬肉腸 它的質地比較爽淡 淡淡的肉味都不錯 這裡還有異色生牛肉片 當日超受大家歡迎 而我自己更加喜歡 這個牛仔肉 它上面是擺放了一些沙律醬 這樣一起吃的話 就可以補充到牛仔肉的油煎 牛仔肉的肉質也不錯 不多脂肪 不過也不難咬 這個好吃 而芝士方面 金文筆芝士 經常都會吃到 所以我轉移目標 去了藍芝士那裏 我很喜歡藍芝士那種獨特的香味 不知道大家又明白我說什麼呢 另外一款比較特別些的芝士 就是松露芝士 它的松露味道是不會完全蓋過芝士的風頭 反而是清香的感覺 這裡還會拿到Parmesan 筍芝士 會喝酒的大家 這些芝士應該很受大家歡迎 其實這裡還有很多特色的異色小食 和很喜歡 旁邊擺放了很多的配料 接下來不如我們又看看熱的食物 湯類方面 當日就是野菜花湯 味道我是喜歡的 如果可以加多一點鹽和胡椒 就會更加好 另外它旁邊也有一些麵包條 或者這個異色多士區域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裡有兩個區域 是需要服務員幫忙 第一就是這個肉食區 燈真的打得很漂亮 牛肉和羊架都好像閃閃發光 搞到我們忍不住都要試一試 羊架熟度剛剛好 肉質依然是嫩滑 還要是juicy 帶有少少脂肪 味道不錯 牛肉都不錯 吃得出來有烤過的香味 肉質依然是嫩滑 不會很難咬的一種 如果肉味濃一點 就會更加正 意大利菜的話 蕃茄肉丸當然不少 肉丸其實挺彈牙 裏面是保留到肉汁 蕃茄醬酸酸甜甜 非常之配 這裡還有烤魚 想不到魚肉還是嫩滑 有烤過的香氣 旁邊還有烤過的雜菜 和千層麵 你一點不適合吃也不要緊 因為這裡做一個積製意粉的區域 選擇了想要的意粉和醬汁之後 店員會記得你坐哪一張桌子 轉頭就會幫忙送餐 我們選了要長通粉和忌廉汁 這個組合其實還沒得輸 很喜歡醬汁的濃稠度 可以剛剛掛在長通粉上 奶香味很濃 挺好吃 再不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店員有時會捧著新鮮出爐的薄餅走過來 問大家吃不吃 我們試過 味道也不錯 是屬於配料比較簡單的薄餅 不過餅底烤得不錯 好我們下甜品區域 先來兩球的Gelato開開胃 今天就是巧克力和雲尼娜的味道 就這樣筆已經看到 他們的Gelato做得很柔滑 可惜我覺得它甜了一點 所以如果雪糕不適合你的話 就可以去到旁邊的甜品區域 第一眼我們當然是被巧克力噴泉吸引到 這裡已經準備了一個色的水果 好像士多啤梨和哈密瓜 給大家做巧克力噴泉 巧克力漿是比較稀 它是苦甜苦甜的巧克力 味道是高級的那種 而它的蛋糕款式其實也挺多 第一個一定要說一下這個開心果蛋糕 這個開心果味道非常濃郁 特別是上面的開心果醬 這個吃完都是念念不忘 然後就是芝士蛋糕 它的質感是比較輕盈 芝士味道是清香的一種 不過如果這兩款可以拿細件一點就好一點了 細件的蛋糕有歌劇院蛋糕 三色巧克力慕斯等等 這個三色巧克力慕斯真的有驚喜 裡面原來昇華了一些脆脆 巧克力的味道存在感非常強 這裡還有焦糖燉蛋 Tiramisu 是一些充滿意識風情的甜品 甜品我自己都很滿意 跟剛才提及的一樣 今次這個套餐是有包一杯的飲品 我喝了凍咖啡 而朋友是凍摩卡 這裡咖啡味道都OK 跟甜品一起吃就更加棒了 今次試了Aria這個自作組午餐 我感覺這一餐我吃得很輕鬆 不知道是不是受過環境的氛圍影響 感覺大家都是非常享受食物 慢慢去到品嘗每一樣的食材 還有確實的是 這裡的食物水準也挺高 選擇比我想像中更多 唯一我覺得可惜的位置是 他們的食物名牌並不是很齊全 希望你養餐廳可以留意 不知道大家又喜歡不喜歡 今次下排仔的自作餐介紹 如果大家接下來想看更多 這一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follow我們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